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兩宗東章西網有報導過的事 這兩宗都是說昨天前日東章西網有報導過的 都是與騙案有關 而且這些騙案真的比較容易多中年人去中招 井仔留意到今天的新聞沒有太多 有營養的新聞可以深入去分析的新聞 所以就做一個東章西網的騙局整合 再加上井仔我自己對於騙子騙局的知識 希望可以提醒得到各位 第一宗新聞就是關於有騙徒去冒充物名師 周圍向人借錢 借成12萬港幣 究竟當中的對話內容是怎樣 騙徒怎樣去扮物名師 以及究竟我們怎樣可以避開這些假務人士的人 另外第二樣就是關於有大量的虎主信用卡被盜 他們明明沒有錄過自己的信用卡 但也要被迫找數 銀行不單沒有豁免不但 還要找小額前債審財處 就向虎主去追討欠款 搞到原告變被告 有虎主在這些時候就說怕怕了 唯有降低簽帳額 或者就是卡卡自保 這些就是關於信用卡被盜 如果有人假冒其他人問你拿錢的話 其實無論你男也好女也好 你都很容易中招 特別就是說 現在網絡科技進步了這麼多的時候 你上網認識人又容易遇到騙子 你上網購物的時候 也都容易被人去偷了自己的東西 所以今集就希望各位豎起耳朵 留心點去聽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TVB的節目東張西望 在昨天晚上一集說到有騙徒 無認物名師在Facebook開了一個假帳戶 並且以私訊去跟一個姓劉的劉先生聯繫 更加以申請許可為名 向劉先生借12萬港幣 這個騙徒的帳號 他的頭像和背景 都是跟真的物名師帳號如出一節 唯獨是賬戶名的寸法 就多了一個S 為什麼有時候會多了一個S 是因為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寸法很容易被一些系統 自動識別到 就會自動將這些系統剷除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假帳戶 他們會喜歡在英文字寸法上面多一個S 或者是一些中英文名的排序 會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說他的名字叫自己做物名師 這是真人的計算 可能騙徒會改成名師 後面才放一個物字 因為次序不同了 就會令到一些自動識別的系統 就識別不到它是一個假帳號 劉先生就說 當時發現這個假帳號 都有不少物名師的美照 所以就令到他起初沒有懷疑 以為真的跟一個真的文明師說話 起初兩個人不時說話 騙徒更加是一時中文一時英文 相與並用溝通 初時他們談話的內容 主要都是互相關心對方的生活 但是騙徒就開始訴苦 就說自己背後就有一個管理團隊 但是這個團隊吃水就相當之深 平時自己的收入就會被這個團隊拿走七成 自己就只有三成 更加就是向劉先生 借一萬五千多美金 大概十二萬港元 聲稱去支付一些電影許可費 假的密明師就說自己父母入院 開支也挺大的 所以就需要向劉先生去借錢 劉先生就十分疑惑 我也奇怪 但是我上網又不見密明師 有他父母入醫院的新聞 他就說到周圍借錢 但是密明師這麼有錢 又怎會周圍去問人借錢呢 你作為一個10A狀元 其實要賺十二萬 再不是你壞點的 你找銀行借十二萬 銀行八二萬都借給你 還有作為一個明星 又怎會無緣無故向粉絲借錢呢 還有如果真的要借的 密明師你找林作借 如果是真的話 到時林作可能很豪地 扔十二萬給你 就說不用還 然後他又去賣他的林作保險也不頂 總之劉先生 一見到一說起錢 還要十二萬一個這麼大的銀碼 就開始覺得奇怪了 認知到這個是騙子來的 劉先生也都指出最可疑的地方就是 一說到錢的時候 就叫我做親愛的 身為一個藝人 又怎會跟普通的普羅大眾說親愛的呢 劉先生都幾醒目下 他就沒有上當 但是他都假裝被騙 向騙徒獲取帳戶訊息 聲稱會向對方過訴 自稱密明師的騙徒更加三度 要求劉先生 快點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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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未能得請之後 路山Facebook訊息 時候劉先生就去到警署報案 但是由於劉先生自己在金錢上沒有損失 所以就不獲處理 對於這件事 真的密明師也有作出回應 他就表示 自己知道有騙徒無認自己 希望外界多多景仰 而且強調自己一定不會透過公眾平台 叫人借錢給自己 是一定不會的 關於這些盜用名人的帳號 其實在近幾個月我也有見過 因為我印象中 我在幾個月前上Facebook 我看到真的何君耀律師 發文去提醒大家 有人用何律師的照片 假冒是何律師 叫大家千萬不要理這個人 關於這些盜用名人的相片 盜用他們的訊息 首先我自己怎麼看呢 我自己從來都不相信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 所以我不會覺得有什麼出名的人 會找我 會聯絡我 會給我好處 我抱著這個心態 都已經生活了26年 基本上都證明了我沒有錯 另外 有時候 萬一真的有些好出名的人聯絡你 想找你合作或者想找你聊天 那怎樣去識別一個人的真假呢 我不會叫大家永遠都是斬腳趾被沙蟲 見出名的人聯絡你 就永遠不要聽電話 可能真的會令到有些人錯失了些機會都不頂 那怎樣去識別一個人的真假呢 很簡單 除了一些文字上面的交流之外 很多的應用程式 其實你都可以去叫人錄音 或者叫人去跟你聊個電話 再不是的 去到盡一點 那就用一個視像的形式 如果是騙徒的話 即那個人是流料的話 基本上他就只是局限在跟你有文字上面的交流而已 亦都不可能是能夠錄到音去跟你說話 因為錄音這些 你播一播他錄音 你再上網找一下那個人的 YouTube影像 錄像 聲音 很容易對比到究竟是真還是假 還有 有些可能就是說 女仔 隨便都找個異性 錄幾句廣東話 是不是就可以蒙混過關呢 在這裏也有一個進一步的招式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對那個人真的極度不放心 你就叫他自拍一張來看看 當然如果你是模型物名師 物名師在網上那麼多相片的話 你要說找到一張他是自拍的相片 相信是很簡單的 所以在你叫人自拍的時候 亦都會再有一些條件 例如說 叫他拿起一張白紙 在白紙上 就寫有某幾個字 拿出來拍照 再錄音說一下 那就相信你了 你好人好者 問人拿12萬 得罪說句 我對著陌生人的話 不要說12萬 我12元也不會給他 通常這些騙徒 就是欺騙一些 寂寞的男性 男人有時候見到別人的封面圖 嘻嘻 悉心起 警戒心降低 就算你是女性觀眾 你都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不代表女性不會中這些招數 其實就只不過是反過來 人家轉做什麼帥頭像 說自己是空軍陸戰隊的機師 或者說自己是律師 或者醫生的話 之前神早新聞都跟各位說過 其實都是有女性因為這樣而中了招 有些就損失了幾萬幾十萬 至到一百萬的人都有 有時候有些觀眾就WhatsApp我 傳一些截圖來問我 就是這個人是不是騙徒來的 通常對於這些問題 我都是重複一次就算 就算那個觀眾再問我 我也不會回答他 我問他 想問一下觀眾你 究竟你英文是不是很厲害 你是否曾經在外國流過學 流暢可以書寫英文 或者講英文 然後觀眾通常就說 不是呀我都不懂英文的 然後我就反問他 你都知道你不懂英文 人家這麼多英文字 很明顯是魚翁散望想著欺騙你 你怎會無緣無故相信 有個外國一個這麼猛鳥的人 是會故意去聯絡你 而不是去聯絡其他外國 或者是香港的美女呢 哪得到你這麼多寂寞的心 會穩重自己 就算如果有一天我遇到 有個美女香港女子頭像找我 我會寧願相信 這一個是黃人擺個局出來哄我 多過我真的有機會遇到一個美女 總之在網上 認識人認識朋友 理性辦事 千萬不要血去下面 用感性行事 還有就是心態一定要留意著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很特別 很幸運很聰明的人 因為通常抱有這些心態的人 就是最容易被人欺騙的 我在以前年輕時代的時候 我都見過有些這樣的朋友 就被人欺騙了 也都是那句 不是說上網認識人一定是錯的 但如果你要認識你要聯絡的話 你聯絡我的 我都覺得我不會騙你 還有我這些叫做我在這裡整年 大家有樣子又見到 雖然不英俊 聲音又聽到 甚至乎你命令我的 你叫我舉一隻手指 兩隻手指 三隻手指 舉些什麼指令呢 基本上只要合理的 我全部都可以做到給你看 這些就是相對信得過的人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關於信用卡這件事 相信這件事 大家要著緊一點 我之前都跟各位分享過 井仔我是一張信用卡都沒有 但我知道各位觀眾不多不少 都會有一兩張信用卡 甚至乎可能有十幾張信用卡都不頂 所以大家要豎起耳朵聽一聽這件新聞 相信有不少的港人 對於網上購物是有經驗 對於OTP密碼 即一次性的密碼都不會陌生 OTP一直是作為網上購物的最後一條安全防線 在購物前需要輸入六位數字的密碼 但原來這個看似安全的機制 隨時都有被盜的風險 TVB東張西網接到大量個案 苦主門的個案都如出一切 交易以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進行 有事主堅稱自己根本沒有收到任何OTP密碼 亦有部分事主收到可疑的OTP短訊 但沒有提供過密碼給任何人 但在自己的信用卡月結單上出現 由幾百元至幾十萬不等的交易紀錄 銀行沒有理會事主投訴 反而對著事主窮追猛打 更加是私自拿港人戶口的錢去還卡數 有苦主們打電話去銀行查詢 但銀行回覆說 因為這一次性密碼已經發送給卡主 所以等於交易有效 拒絕讓步 有部分苦主亦向警方求助 但警方懷疑交易是來自境外 所以沒辦法去追查 後來有苦主再向金管局投訴 但被建議私下進行解決 最後苦主們只好在壓力下 交一筆他根本沒有消費過的卡數 金額由幾萬至二十幾萬都有 令到這群苦主深有不甘 亦留下了心理陰影 亦有網民在不同的討論區分享自己的經歷 亦引到很多網民共鳴紛紛表示 自己曾經是有被錄卡的經驗 那間店鋪原來大家都一樣 是Apple.com 金額同樣是2888.8.8 即時剪卡並且承諾會調查交易詳情 但亦有網民表示擔心擔心 擔心擔心上述的事情會繼續發生 關於這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不幸中招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時間報警 如果跟這群苦主一樣 都是被銀行窮追猛打的話 你問我有什麼好的建議 或者解決方法的話 我能夠想到的就是聯絡東張西網 搞大件事 再不是的就聯絡立法會議員 由立法會議員去出手 去出信去處理銀行 去詢問銀行的話 可能會有個機會比較大 令到銀行願意承認自己的責任 這只是說機會而已 不是百分百寫擔保 因為這些事情 其實除了搞大他 去聯絡傳媒之外 我暫時都想不到有什麼妥善的處理方法 因為裁刀騙子手之後 你都很難去追究到他 連香港警察都追究不到 我們普通小市民怎樣去追回錢 所以整體的解決方向就是 搞大件事 讓銀行自己去吃回這一筆的壞象 接下來我就分享一些 即是井仔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或者我個人見解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真的沒有收到這些一次性的密碼 但是都會被人偷了一個密碼去用呢 關於這一方面的意見 各位觀眾可以不同意或者反對 或者去罵我都無所謂 但是我是真的分享自己的個人見解 可能是手機安裝了一些應用程式 即是那些叫做壞人程式 這些程式 有時候他們壞心地的就會有個隱藏功能 只要你安裝了 就可以針對一些銀行發給你的密碼訊息 令到你的手機不彈信息通知出來 讓你根本就不知道原來你有收過 但是你的相關的信息 就會彈在別人的客客伺服器顯示那裏 別人就拿了你的一次性密碼之後 就可以等於拿了你的卡去任意錄 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自己就不是黑客 我都是憑著一些自己上網看到的資料 去和大家分享 總之就是那句 不要亂裝所謂的程式 除非你真的那些程式很大路 例如說 WhatsApp YouTube 你都是在Google Play那裏下載 在一些最正路的地方下載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那些不知名訊息 或者你留意到 哇 程式很少人下載的話 和你對自己的用手機的技術 沒有什麼信心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裝了 另外有一件事特別要提醒一下 那些手機那些什麼 手機清潔大師 電池管理大師 我夠膽說 十個有十個都是騙人的 有些比較好人的 這些叫做電池程式 什麼清潔程式那些 他最多就是騙你去下載他的程式 接著每次你用的時候 他就彈很多廣告出來去收廣告費 這些就叫做無雙大雅 起碼你不會虧錢 你等於就是去用他所謂提供的服務 接著就看別人的廣告去幫人賺錢 但是根據我用了這麼多年手機 都是用Android手機經驗 去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實那些什麼什麼手機防護程式 什麼什麼電池保障大師 那些根本完全沒有用 根本不會說有什麼程式 是說你裝了之後 你用了你手機就可以用多十個小時 如果你的手機真的長期沒有電的話 那你一是買個尿袋去充電 或者就是如果你的手機都用了一大段時間的話 那你就換個新手機吧 現在沒有那麼多什麼超能力那麼厲害的程式 還有很多Android比較成熟品牌的手機 他們自己都內置了相關的功能 你說內置的不能產的 還有內置的話 作用一定比起你在坊間下載的那些不知名的程式 是有用十幾二十萬倍 還有最起碼就是這些程式 是連同手機別人的官方系統寫出來的 它有不有用另一回事 但是最起碼你去用它一定不會騙你的資料先啦 總之那些什麼打著防毒、清潔、電磁護理、訊息攔截那些 除了那個很有名的小紅來電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是騙人 我自己是一個都不會下載的 我之前自己看報章的時候都有說過 其實有很多的病毒程式就是用了這些名義去哄人下載之後 就趁你不在意的時候 陰陰陰陰陰陰去偷你的資料 然後就再拿你的信用卡那些東西走去看 可能有些觀眾已經是下載了都不頂的 下載了不要緊 首先第一時間剷掉它 還有我不建議如果你裝了的話 我不建議你再用你原本的手機去進行特別和信用卡有關的交易 因為我自己真的覺得 其實在網上用信用卡交易 真的是一個挺危險的做法來的 除非你有信心 你對自己用手機的信心是有的 覺得自己好像跟年輕人一樣那麼聰明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建議如果你有什麼要買 有什麼要付錢的話 儘量都是去委託自己的兒子女女 或者是一些醒目信得過的朋友 讓他們去幫忙 因為我明白 如果你本身不懂用手機 而你又要去學去叫年輕人教你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漫長 也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來的 但有時候買東西那些 我又覺得既然你真的對自己的 用手機的能力沒有那麼信任自己的話 不需要冒著風險就特意去學 如何用信用卡網上付錢 這些我會覺得寧願麻煩一點 都是去叫其他人幫忙 就好過自己來 還有我這裡不是說 你有信用卡就代表你是錯的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不是那麼熟 就真的不要嘗試用信用卡去做網上交易 那我又不想說到那麼極端 就說各位觀眾取消了所有信用卡就沒事了 因為這樣說話就太過不負責任 但如果不懂用手機的 那你將信用卡就只是說你出去 真是真人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才去錄卡 還有關於支付寶 微信支付那些 所以在我心目中我會覺得 他們的安全係數是比較高的 即是就算你現在手機安裝了 我剛才上述那些垃圾程式也好 但你都會發現自己支付寶 自己微信支付都是沒有被人偷過你的錢的 但信用卡來說 因為安全認證大家的操作系統不同 所以信用卡往往就變得比較高危 總之你有這些程式先剷掉 另外關於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這些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直至到現在其實 我都不見有些什麼黑客 可以用什麼電腦程式 在不用你許可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偷了來用 暫時我是未見過有相關的資料 另外分享多一點點 當我自己見到越來越多這些信用卡被盜用的案件之後 我想我將來都不會去申請信用卡的了 即是就算有些什麼優惠 有些什麼禮品都好 都算數了 總之就是我自己手機有多少錢就用多少錢 我銀行戶口有多少的就用多少 因為畢竟你用信用卡就是等於跟別人借錢來消費 我自己就真是一個很討厭去跟別人借錢的人來的 因為現在又不是說自己真是窮到什麼都沒有 我自己有的 那為什麼要問別人借呢 這一個就是井仔自己的消費官 就不代表各位的消費官要跟我一樣才代表正確的 總之就是自己的錢包就自己保管好 有些什麼不懂不明白呢 我都是傾向就是用一個比較保守一點的態度 還有遇到些什麼不懂的 就盡量問一下身邊的人 因為身邊的人他在你旁邊 他可以操作到你的手機的話 很多事情要去解決都比較容易和方便 總之就希望各位 即是收聽井仔的觀眾 就不要那麼容易被騙徒去詐騙 還有萬一你突然之間真的遇到一些 哎呀死了我不是真的被人騙了的東西的話呢 雖然我自己是個很懶的人 但是我都覺得如果各位觀眾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截圖來WhatsApp來問一下我 我去為各位判斷一下 即是叫做盡自己一分的微博力量 即是大家好像朋友那樣 你問我的話我就會盡量去答這樣 希望將來都幫到大家 因為就算不是自己被人騙也好 我都不想見到別人被人騙的嘛 因為被人騙這件事是代表著 有人就不勞而獲 但是有人就白白地損失了自己的金錢 這些我都很不樂意見到的 好啦那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今集這些防騙知識會比較多人看啦 好啦那就這樣吧拜拜 拜拜